梅森过来了 一个变相 变相太难了 高速移动当中突然的 行进间 好的 比赛开始 还是往里杀找梅森 突破进来 面对拉科的抛头打中 把一个拉科的掩护 想往中路走被切掉 看转换 梅森 两步起 反击打成 看看今天上半场一波 就选择了这种投篮 能不能够继续的收获成效 梅森还是借助连者掩护 杀进来打成两分 掉栏下 这边连者 是一个非常快速的横向移动 连者往下顺 这边梅森自己拔了 好球 也进 有点往前探着 对方防守人就在身侧 还能把一个投进 梅森走进来 这下跳篮打中 梅森 弟弟给过去 郭凯好球 梅森 往篮下顺 这边是连者 梅森 晃开了一波 突破之后的抛头打中 那梅森今天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 梅森 点一下 再往篮下给 这球没能盖到了 撤了个凳子 转换进攻 陈一俊 再要三分球 再撞 陈一俊的手感来了 连续两三分 这张队叫停 梅森突破进去 一波从身后的没能盖到 一波场边换人了 场边换人 应该是一波换下了 陈凯森 时间 毕竟郭一强知道 也知道我们这快攻 大概打起来 也就只要三四秒的时间 好的 中距离投进 想给到跟进的拉科 可以这下 给了稍稍上外了一些 梅森 目前今天已经22分了 这边倒完拆开 郭凯 梅森 顺下到篮下 漂亮 陈一俊 这下点起来 小鹿重新回来了 看来小鹿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子鹿先去领防一下 梅森突进来 也是一个2加1 梅森今天确实状态上非常出色 很难有人说 能够一对一完全限制住他 更何况是 在这么远的位置去启动 方子鹿这一下 其实机会等待的非常好 梅森又突进来 盖掉 但是裁判是一个干扰球 梅森还是突进来制造犯规 这是一个2分有效2加1 今天梅森的发挥非常的出色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更多的去限制梅森 全部拉开了 要单挑 梅森突破就进去 中距离急停 打进 这边和正准打双人的挡拆 梅森再突进去 小鹿 踢到45度 中距离的急停跳投 拦下 这一下给砸到了择一的脚上 梅森突破 打剑 没关系 这种球梅森不可能说 个个人还能体力保持的那么好的 现在而且我们还领先 不要着急 我们打我们的进攻 让梅森一个人抡 我今天就不信 一个梅森还能抡死我们是怎么的 吴贤来防 因为吴贤的犯规压力比较小 梅森再往篮下给 给了一个围体犯规 这下给了一个围体犯规 101比100 外线 三分球投进 还有加法 这一下呢 吹的是小猪的犯规 不要阔凯的掩护 外线 陈英俊的三分球投进 106比100 这张队落后6分 113比104 击败了抽中 也是送给了对方 在进入第二阶段以后的首败 对方便要